那我现在要来操作的是上礼拜的实作演练 上礼拜基本上我们教了一些模型的新增 然后平移、旋转、缩放这些东西 那各位会想说这些东西可以做什么 那其实它可以做的还蛮多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用它来做一个实作练习 那我们会建立一个人 那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人 所以我们叫他Mr.Simple 那我们建出来的结果大概会像这个样子 有像一个人吧 那当然他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 但是有一个骨架出来 所以我们待会就要给各位来练习 怎么样子建一个人 好你要会见这一个人 首先你要会新增两个物件 第一个是UVSphere也就是球 用来做他的头 第二个呢是Sealand 就是圆柱 那用来做他的身体和四肢 那我们可以透过移动旋转和缩放的方式 来调整他的大小他的高矮长短 那他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几个方式来做出这个人 那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说我做出来一个物件之后 我可以很快的再复制一个像以这个人而言 他的手脚和四肢其实都是可以用同一份来做的 OK 所以我们要会一个事情就按Shift D 当你选了物件按Shift D之后 他会做复制 首先那我们就进入Blender 然后呢上礼拜最后教各位怎么切视窗 那待会我们会重做一次给各位看 那等我做完就换各位做 那首先请你把它切割成两个视窗 第一个视窗呢 请你把它转到正面 Front 因为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是从Top顶视角看的 我们现在用Front正面视角来看 那你的这个相机和灯光的位置应该会在这里 那另外一个视窗呢 请你用相机视角 OK 好 接下来呢 就请你新增一个头 好 那大小呢 用预设的其实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调大调小也可以 好 那新增一个头 接下来呢 再请你新增一个躯干 那躯干是一个圆柱 OK 再来再请你新增一只手 新增手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躯干呢 复制一份就可以了 那就是按Shift D 那再来 再新增角一样再继续复制 再按Shift D 又再复制一份 当然你的躯干可能会粗一点 手会细一点 当你调完手之后 你再去调脚 再去复制这个手变成脚 这样子就会很快 那同样的呢 你再复制一次 把它移过来 你会发现这个脚怪怪的对不对 没有在我们想要的位置上 转一转 就复制一出脚 复制出这只脚 那你的人呢 就建构完成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正面 和它的相机视角 那你拍出来的作品呢 就会像这个样子 那但是请各位注意哦 当你最后做完之后呢 这个相机这边的框框 它其实是没有涵盖整个人的 那待会我会教各位 怎么样调相机的镜头 让它就是可以容纳比较大的东西 那这是调焦距的这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来实地操作看看 好那我先呢 开我们的blender 好那我开启blender之后 很快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立方体哦 所以我会把立方体删掉 好现在我们是有一个立方体 那我先把它删掉 按Delete就可以删 好删除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按Spring Area 因为我希望有两个视窗 我就按Spring Area 变成两个 其中一个呢 我希望放成正面 另外一个我希望放成相机视角 相机视角 OK这样就是相机视角 好那接下来呢 我就希望说新增我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太好 我稍微把它移动一下 好按Shift滑鼠中键可以移动一下角度 但是我希望再放大一点 那让我操作起来更方便 好再来我就开始新增这个人了 我新增一个UVSphere选预设值 建出一颗头 那接下来呢 我再新增一个Siri的就是圆柱 那建出一个身体 但这个身体显然太胖 太胖了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那记得用缩放的模式 按缩OK 那这样大小大概差不多了 可是我们会发生一件事 你看它变扁了 有没有 有没有注意到它变扁了 这时候我们不想要 我们按Ctrl X 不是Ctrl S Ctrl Z 它会回到上一层 那这时候呢 我不想要用这种模式 我先调掉 我改用什么呢 我整个缩小的方式 还记得缩小吗 按S 然后呢 就可以缩OK 这样我觉得差不多了 OK 那接下来呢 一样 我觉得它太短了 所以我再把它调长 调长 调长 再按S 再调大一点 OK 好 这样子可能接近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做复制 按Shift D 它会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 但是手绝对不是这个角度 对不对 所以我按R做旋转 OK 我按了R做旋转 我再按G把它抓过来 OK 这样子很接近一个手了 但是这只手呢 会觉得太大了 因为它是从身体抠过来的 所以我希望说 把它缩小一点 所以我再按S 缩小 OK 那当我缩小之后 我觉得它太短 怎么办呢 我一样按这只手型图示 按这个 然后呢 把它拉长一点 OK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于是我再做一次Shift D 那我就可以复制第二只手 好 放下去 接下来我要做脚 我觉得 欸 它位置不够 我把它稍微移动一下 好 那这样我们才有空间做脚 好 那我再按一次Shift D 好 那我就多出了一只脚 但是这个脚怪怪的对不对 它的角度不对 我把它做旋转 OK 这样好一点 但是做完旋转之后呢 按下G 按下G 移动一下 同样的 我再按Shift D 又复制另外一只 那我再旋转一下 按R Rotate OK 那我们的这个人就完成了 如果现在按F12呢 它拍的部分有点位置超过了 OK 所以我们调一下我们相机的镜头焦距 那要调相机镜头首先你要选相机 选了相机之后 这边有一个Lens 你可以往上调也可以往下调 但是你越往上调呢 就范围又越超出了 我们就往下调 好 那调到这边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按下F12 好 那我们的人就做完了 所以接下来就请各位同学 跟我做同样的一个模型 请你去把这个Mr.Simple 简单人做出来 好 那我们请各位开始